哈喽 现在是下午4点40分 我旁边坐的是我们一起健身和打球的小伙伴 叫T-Mac 大家昨天已经见过了 在视频里很风骚的 今天 现在已经下午了 他刚刚开始拍我的Vlog 因为上午有点事情 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一个微博网友的提问 他问说 零基础的朋友应该怎么健身 因为我们现在在去健身的路上 所以今天就主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先插播一下我一个悲惨的消息 我昨天还说我的iCloud帮我备份了我的手机 但其实我在尝试用iCloud恢复备份的时候 微信这个非常重要的社交软件 保存了我几年的通讯记录 它没办法下载下来 这样我只有用本地的备份 本地的备份呢 我只备份到上半年的通话记录 所以我会丢失一些 也许会比较重要的讯息 不知道 在视频中请求一下大家 如果有懂最方便技术的 跟我联系一下 就是怎么样从iCloud恢复我的微信聊天记录 我只有iCloud的是最新的备份 那其他的本地备份都不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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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竞选季 这个应该是竞选我们这里的市长 或者是市一级的政府里面的一些官职的 所以他们会站在路边打开一个牌子 写上那个竞选人的名字 请大家去支持他们 还有一些在网上做 Facebook或Twitter 做一些竞选的宣传 去拉选票 好可以了 要握紧吗 用力吗 不用用力 一会就好了 12.6 今天的练食到此结束 下面请T-Mac来讲一下他是怎么理解的 零基础健身 我觉得零基础健身 先找到自己健身的一种动力了 找到自己为什么想去健身 然后健身的目标在哪 从这个方向去努力 你一开始健身的时候是什么动力 减肥 减肥太重了 OK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金麦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问说这个网友是男生还是女生 其实这个也挺关键的 就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做这个健身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做 你需要做的项目 好比说你是要太瘦肉的男生 你想变强壮 那就应该是增肌 如果胖一点的话 觉得应该是减重 如果是女生的话 可能是想要练线条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要先想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点 T-Mac刚才也提到说 要有动力 你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项目 像有些人喜欢玩铁 有些人喜欢玩球类项目 那你喜欢的项目是什么 你应该去找到你喜欢的项目 这样才能督促你 帮助你长期的坚持下来 否则的话太枯燥 你是没办法坚持的 对 健身的话我觉得七分靠饮食吧 三分靠练 但缺一不可 就是吃的话吃少糖的 低脂肪低糖的类的食物 然后如果要减脂的话 减脂减重的话 就吃少点碳水靠物 少糖少脂肪 然后少吃多餐 这样提高自己的那个新陈代谢率 别忘了喝蛋白色 因为隔壁南京岛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躲在这个壁球石里面 录这个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没有很多技术性的讲解 主要是从自己的心得体会出发吧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能够让自己坚持下来 否则的话你可能做两三天之后你就不想做了 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枯燥和这个为难的情绪 对我而言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项目就是篮球 我喜欢打篮球 但如果你真的是零基础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需要先去跑步吧 先跑一些步 做一些特别简单的基础的运动项目 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是减重还是增肌 适当的玩一下铁 最最最最有效的办法是找到一个跟你一起有这样目标的小伙伴 然后每天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督促 当你懒惰的时候你的小伙伴就会督促你 当他懒惰的时候你就要督促他 那我觉得结伴而行可能在健身这个路上不会那么枯燥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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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c 算是比较健谈的了 然后一般我邀请朋友录我的视频 大家都不太愿意或者是不太会说一些个人的感想 那其实我还是有一些心得体会的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 我觉得对于零基础健身的朋友 真的你应该设置一个很便利 很简易 很容易实现的这样一个流程和去健身的这样一个环境 因为你作为一个零健身的这个爱好者 最重要的是你要培养你的兴趣 培养你的兴趣最关键的一点是你要降低任何阻碍你的因素 像我们在教育孩子包括Lucas Fiona他们的这个过程中 我如果想培养他做什么事情 我就会帮他降低做这件事情的难度 去让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容易 他就相对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么对于零基础健身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去跑步还是去健身房还是去怎么样 这个取决于你的目的 那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个非常靠近你工作 或者是居家的一个地方 除非你每天很悠闲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否则的话当你工作或学习玩一整天 你抽出来时间去健身的时候 如果假设你距离你健身的地方非常远 你开车可能要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来回要一个多小时 这将会极大的阻碍你去做这件事情 那最好就是在你家楼下 或者是在你工作的旁边就有一个健身房 或者是有一片操场 你可以跑步的地方 另外就是零基础的朋友 你千万不要跟别人比较 无论你是做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 无论你是做球类 做跑步还是做玩铁这些 克服重量的这些运动 不要跟别人比较 你应该跟你自己比较 比如你一开始只能跑四百米 你就跑不动了 通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坚持 你可以跑八百米 这就是进步 你要跟自己比 比如说你一开始对吧 握推 你只能握推三十公斤 然后你慢慢的可以推到五十公斤 那你就是进步 所以你要跟自己比 不要跟别人比 特别是健身房 你不要看到别人做很专业的动作 很大的重量 这个挥汗如雨 嗷嗷叫的这种 你就觉得很自卑 你不敢练 千万不要这样 至少在美国的健身房里 没有人这样 美国健身房里男女老少都有 大家都是各恋各的 戴着耳机 大家会关注那些做得特别好的人 那些所谓的高手 但并不会在他们面前特别自卑 因为美国的文化 或者是美国人的思想 大部分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东方的这个传统的审美 认为不太好看的姑娘 都穿得非常的 我们的话讲叫敢穿 敢于表现自己 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思想 以及他们从小接受的这种教育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最美的 每个人都是最特别的 并不是说别人比你好 别人比你漂亮 别人比你优秀 他们有自己定义自己的方法 所以灵基础先生的朋友 我鼓励你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做好自己 一点一滴的积累 就一定会变成你眼中别人那样的高手 另外就是昨天跟大家讲 做那个开箱的评测来着 还没有时间做 大家稍微等我一两天 我研究一下那个东西怎么用 而且我要找一个合适的场景 那个东西它应用在某一些特殊的场景 会非常有效果 所以有万一点发布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